戴的不公平 还会有下一个阳哥 是 是我的错 我一个农村的女的 我就是富道人家 我不可能放在我家里的事情不管 我为什么要说那些话呢 我为什么说前两天直播的时候 我一直要这样说 我就为了让小腊羊的死心 我就为了让他死心 我一直以为了让他死心 对我来说 我一切死心 我一直以为了让他死心 是 我一直以为了要死心 是 我一直以为了让我赶快 到哪里了 我一直以为了让他死心 我一直以为了让他死心 没有 姐 姐 不是姐 你过来干嘛 不是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找了你 半天我 啊 表哥说你在这儿 你喝这么多酒 怎么喝这么多啊你 你别管我喝这么多干嘛 不是 我找了你半天你知道吗 啊 不是 你跑这儿干嘛 啊 啊 不是 你今天怎么又找他去了 啊 姐 你别喝 我不需要你管知道吗 我心里难受你知道吗 不是 不是 你别冲我吼啊姐 我知道你难受 我现在看到你找那个 找杨哥我也知道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难受姐 啊 我不管你以后怎么样 我真的不想再管你了 啊 你是我亲姐姐 我跟你说 你要这辈子你要不改的话 我一辈子我不会做假的 我不会出去哼累别人知道吗 啊 姐 你是我亲情 我是你亲弟 咱俩差一个麻生了姐 我能害你吗姐 啊 我林泽我再不吃东西我再混蛋 我不可能 走到那一步去害你那一步 姐 啊 我也知道你心里难受 是啊 之前 是我的错都是我不对姐啊 姐你放心 我以后我林泽我 我 我向你发誓行吗 我以后我一定好好干 我不给你添塑行吗 完了 我跟杨哥彻底完了 知道吗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你知道我跟杨哥说这么多话 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感受吗 你不能理解 我怎么不能理解你啊 你心里难受 我知道你也难受 我跟你说 所有人都讨厌我 现在所有人都恨我 没关系知道吗 只要杨哥能离开我 我不管谁能不能理解我 都没关系 以前都是我的错 我向你保障行吗 我林泽以后菜也不 不饭混不混蛋 我一定好好干 姐你相信我行吗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我跟你说我跟杨哥已经回不去了 你知道吗 姐你俩 她回不去姐咱还得生活 咱也要生存姐 咱欠她多少钱咱还她不就行了 我欠她的钱能还 我欠她的钱能还吗 我欠她的钱能还吗 还得了吗 我明天我去给杨哥说行吗 我去找她认错 你别喝了姐 别管我 你怎么又喝这么多了 你别喝了 不是你别喝喝这么多了姐 是啊 我欠杨哥欠的太多了 我慢慢还行吗姐 你相信我 我给你保诚 杨哥 杨哥是个好了 是我 是我这辈子对不起人家 我欠她的钱能还 我欠她的钱我还不了 你以为你们都以为我心里好受是吗 我说那话你们都以为我心里很好受 你们知道我杀她的心的同事我自己心里也在滴血你们知道吗 我不可能说接着我弟的事情我不管不顾的我做不到 但是我跟你说 我也不可能说一辈子去坑杨哥 杨哥也不是那种人 如果我继续跟她在一起 我终于有一天会把她拖垮 我终于有一天真的是害了她 姐你相信我行吗 对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 姐你别狠 姐你相信我我离子最 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行吗 你我就最后一次你我放心你我以后肯定好好干 我每天挣多少钱我都给你 咱还给杨哥行吗 咱需要多少钱咱都还她 行不行姐 我向你发誓行吗 我跟杨哥已经回不去了知道吗 姐我以后我肯定好好看 我好好注意好上门 咱日子会好起来的 咱欠杨哥多少 我一个人还 我哪怕我干十年我干十年 我都还她行吗 你别呵呵姐 我求你你别喝行吗 啊 今天在直播间里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就你们就看着好了 欠杨哥多少钱 杨哥帮我们家堵上了多大的篓子 我不管怎样 我一定会给她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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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相信我里面好了 我一定会给她还上 你们就相信我里面好了 姐 你说你怎么才能信我啊姐 啊 不管我怎么还 我哪怕一天去打打几份工我去做苦力 你们别管我怎么还 反正这个钱我不会说不还 姐姐你别喝了酒啊 我就说 我今天就把话说掉在这了 不管我怎么还 不管你们信还是不信 反正这个钱我一定会还 我知道欠她的钱可以还 欠她的钱我一定还不了 是我对不起她 我也对不起你们 我辜负了你们对我的期望 真的 所有支持我的叔叔阿姨们 对不起我真让你们失望了 姐 姐 你说你怎么才能信我呢 哈 我知道我以前 我以前都 都是我不对家 你怎么才能相信我呢 你要我怎么信你 你一次一次的你让我怎么信你啊 姐 我会行动给你看的 行吗 行不行 我今天我删到你满意位置行吗 我以前我一直要再做再错再不对 那之前咱都过去了 姐 我以后我肯定好 我以后我肯定好 好辣好辣你别打了 行吗 你能原谅我这一次吗 最后一次 我指定好好干行吗 你不要再打到好吗 行吗姐 你不要再打到好吗 你之前是否我临则错 我临则混蛋 我不知东西 我不知人 但是我往后我肯定好好干 我好好掙钱 不哪怕我干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两个墙我也 一分不少都还他 行吗姐 我说到做到 行不行 你不要再打了好吗 不是我要打击 我就想证明